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逢经年 恭亲产事经典 毫无倦意 照对庭臣 探求至国方策 秦于政务 势必恭亲 同时 他平反冤狱 起赴天启年间被罢处官员 全面考核官员 进鹏党 历届庭臣交捷换馆 整治边政 以文冲换为兵部上书 四上方箭 托付其收复全苗重任 与前两朝相较 朝政有了明显改观 因对外庭大臣不满 朱友简在清除魏忠贤为首的阉挡后 又重用另一批宦官 给予宦官行使监军和提督经营大权 大批宦官被派往地方重镇 凌驾于地方都府之上 甚至派宦官总理护 恭二部 而江户 恭不上书搁置一旁 致使宦官权力日益膨胀 统治集团矛盾日益加剧 无奈中 他不断反省 六下罪己诏 但终无法挽救明王朝于威望 第一次罪己诏 从真八年正月 在中原树省范围内流窜奔袭经年的陕西农民军 突然挥尸南下 一举功课中都凤阳 绝朱元璋祖辈之名皇陵并焚毁之 熊熊大火和灭天烟雾 持续了数日之久 随后 朝廷粗 盲调及各省精兵八万余人 在中原地区进行会剿 八月 红城仇负责督角西北 卢相生负责督角东南 剿灭农民暴乱军之战事 在全国范围内拉开帷幕 十月初 崇真帝走出了令他的自尊十分难堪的一步 即第一次向全天下颁布罪己诏 首次承认朝廷的政策失误及天下局势的险恶 第二次罪己诏 崇真十年润四月 北方大汉 中原大帝 事也千里 恶调便已 民不聊生 而地方官吏仍旧逼梁崔克 盘剥百姓 多处地方依然民怨沸腾 甘柴烈火 一处击染 面对这样的危局 崇真帝在九七不语时的罪己诏上痛切地说道 张官设立 原为治国安民 皆此小民 谁能安镇 展开全文第三次罪己诏 崇真十五年新年一时 崇真帝在奏队朝臣时 格外谦卑的一代和陈周延如等人 西义军臣集心协力 在图振兴国事之举 正月 朝廷派马绍于为特使 同关外清 停进行谈判 以其减缓明朝父辈受敌的军事压力 二月 闯王李自成所部 在乡城大拜明军 沙哈陕西总督翁乔年 三月 四月 关外嵩山等城乡继被亲军攻陷 辽济总督红城筹被亲军俘虏 后归降清廷 五月 李自成所部三围开封 七月 贤淑聪慧的田贵妃并故 崇真帝悲痛欲绝 日不死瘾 夜不成眉 痛不欲生 八月 对清廷义和机密被朝臣泄露 朝廷舆论大话 于府阎官大肆抨击 崇真地恼修成怒 情急之下 竟将无意泄露国家机密的兵部上书陈欣甲下日问斩 明清之间的河谈彻底破灭 九月 在李自成所部围困开封期间 黄河低溃 开封城被滔滔洪水冲回 导致几十万开封百姓无端丧命 酿成明末巨大人道灾难 李自成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十月 李自成所部在甲县 祭拜明陕西总督孙船停步 十一月 清军第五次若塞节律 深入山东腹地 俘获人口 三十余万人丁 杀害官吏数百人 润十一月薪酬 崇祯第三次下罪己诏 赵曰 自今为时 朕竟于宫中莫告上帝 修行戴罪失事 勿期监护平寇以赎罪力 第四次罪己诏 崇祯十六年年初 闯王李自成在襄阳建立政权 二月起 京师瘟疫流行 三月 左梁玉不华便 四月 清军进番出塞 五月 张献忠不攻克武昌 楚王遇害 张献忠正式建立大西政权 随后 内阁首府周延如被罢官 六月 崇祯痛心疾首 欲哭无泪 悲愤地向天下官身百姓第四次下罪己诏 谴责自己的失德和过失 导致生灵不叹 设计遭殃 希望天下官民世神能够阵容发挥 共赴国难 顶力拯救危机重重 并入高荒的大明王朝 第五次罪己诏 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一日 闯王李自成在西安称帝 立国号大顺 李自成随即分兵两路建峰指向北京进军 正月 朝廷拜大学是李建泰为都师 出京抵御大顺军 为了鼓舞士气 崇仁地隆重的 在平台 未即将带地出征的李建泰 举行潜降礼 不料 风云突变 三月 李自成大军机兵临北京城下 十八日 崇祯于仓促之中 第五次下诏最己 崇祯帝在最己诏中写道 朕四守红旭十有七年 深厌上帝射将之威 祖宗托父之众中军爱国 人有同心 学耻除凶 谁无公分 紧接着 崇祯帝又在最己诏之外 痛心疾首地写下了 同样令人独霸之后 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酸楚痛心之感的文字 朕以鸟弓 上成祖宗之辟业 下灵意诏于万方 实有期待于资 告尔臣民 有能奋发中勇 获助粮草器械 罗马舟车 西翼军前听用 以兼仇类 分毛做土之赏 绝不食言 第六次最己诏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 绝望无助的崇祯帝强大精神 举行了最后一次家宴 党业酒宴罢后 崇祯帝集安排太子慈郎 三子 并王慈炯 四子永王 慈患逃离皇宫 十九日凌晨 天将署名 崇祯开御帝太监王陈恩离开紫禁城 登上皇家禁院眉山 在一株老槐树下自一身亡 十年三十五岁 死时已发覆面 白家蓝袍白细裤 一族写 一族有灵瓦 一上以血指书 崇祯帝的临终遗道这样写道 朕自登集十七年 逆为执逼经师 虽朕薄德斐公 上干天怒 致逆贼执逼经师 然皆诸臣之物朕也 朕死 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 自却冠冕 以发覆面 认为疯裂阵师 误伤百姓一人 然而 第六次罪己诏成为崇祯的最后遗言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